乌利杜尔贡被称为临海孤岛 是祖国西北边防线上 可可托海边防连下辖的 三不通季节性执勤哨所 至今不同公路 不同电话 不同长明电 每年六月至九月 部队都要进驻执勤 近日 陆航旅派出一架直升机 飞进可可托海边防连 接上执勤官兵和物资装备 向哨所飞去 后半程航段都是狭窄的山谷 山谷最窄的地方 仅能满足一架直升机通过 机组实时关注仪表数据 全神贯注谨慎前行 飞行大约三十分钟后 临海深处的乌利杜尔贡哨所 渐渐出现在眼前 直升机平稳降落在哨所旁边 此次任务区域 航线陌生 地形复杂 属于山地载重飞行 我们通过周密制定航线 细枝梳理院和边防官兵密切协同配合 确保了任务的顺利完成 每次进驻哨所 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 官兵们整齐列队高唱国歌 庄专专专专业的进上军礼 标志着哨所官兵们的到来 升完国旗后 知情官兵们开始整理物资准备入库 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 哨所的设施和水电线路都需要检查和维修 房区矿产资源丰富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人冒险进行倒彩倒挖 我们将对边防点位进行巡逻观察 查看有无人员活动迹象 希望主国和人民放心 现场有我们边防军队 绝不丢失我们一顺领土 请不吝点赞订阅